有關昨天國民黨 民眾黨再一次聯手 讓電業法49條 他不經委員會討論 快速的坐直達車 快速的進負二讀 直接用協商的方式來處理 即是可以想見 傅崑奇跟黃國昌藍白合謀 就是讓電業法49條 能夠快速的快轉 最後強行在院會用表決的方式 沒收討論 直接表決 所以對於電價這是一個相對非常專業的議題 我們看到不只環保團體 民間團體站出來呼籲 要來進行台灣電價合理化的改革 他們支持微調電費這樣子的政策 除了環團 除了民間團體 我們更看到工商界的大佬也站出來 認為國民黨 民眾黨聯手 亂搞電業法的修正 這是其其以為不可 我們看到許書博 他現在是工商界的代表 他過去曾任國民黨 許書博過去曾任國民黨的立委 他都站出來 看不下去 也就是你要用政治力來綁架 專業的電力專業跟電力政策 這是用國會用政治的操弄 來強害了台電的穩健營運 跟台灣的供電的穩定 所以電業法49條我們非常遺憾 昨天被強行碾壓 而事後未來的預測也一定是快轉跳躍 直接進入院會表決 那這就是讓政治綁架了整個法案的轉眼性的討論 而這樣子的狀況每一天在立法院都上路 剛剛有問到 那民眾黨現在都跟國民黨如此的密切合作 黃國昌過去是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的logo是黃色的 所以他從黃國昌到現在民眾黨的白國昌 但是他又逐漸的染色了 又跟國民黨走得如此之近 他已經是藍國昌了 而他又來阻擾國安的法案 要成為中國的代理人 下一步就是紅國昌了 所以從黃國昌 白國昌 藍國昌到紅國昌 變來變去的就是黃國昌 所以民眾黨應當好好去思考 要不要繼續被一人綁架 其實柯文哲也已經站出來說 他個人是認為電價可以調整的 這是柯文哲一再的言論跟主張 但是昨天表決電業法的時候 民眾黨又選擇不投票的方式 來按住國民黨 第二呢 柯文哲也說了 他也打臉了黃國昌啊 未來民眾黨可以不必團進團出 每個立委可以發揮自己的專業 在投票行使個人的意志 可是呢 就昨天院會的表決 說好要團進團出的 那難道被黃國昌綁架的八習民眾黨立委 現在連柯文哲的話都不理了嗎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國會的香港話就是沒收了討論權 如果連討論議案的權力都會沒收 那台灣的民主何在 請問一下就是現在周刊報導 準訴討部長黃晏南 他現在要求各單位 如果這次有提到本部部長的時候 最後要改成這個時任部長唐鳳女士 那是不是有一點訴唐鳳 請問一下 麻煩你找我好位置 好 OK OK 好 沒事沒事 麻煩你找我好位置 好啦 沒事 找回應這個問題齁 你說訴發佈嗎 我們並沒有聽聞這樣的事情 今天正在進行內閣的策立營 也就是讓新的閣員快速的進入狀況 那新閣員要進入狀況 那很重要的就是要跟舊閣員 也就是留下來的現任部長 他所遺留的一些政策方向 要做妥適的交接 所以新閣很大的挑戰 就是能夠承接過去所延續性的政策方案 然後去開創出新的政策作為 所以我相信在交接的過程 新任部長跟離任的部長 都會有非常妥善的溝通 那對於訴發部媒體這樣子的報導 我並沒有聽聞 我也不予評論 但我相信訴發部從唐鳳部長 那轉接到他現在 他也稱為老師的新任部長手上 都會有很好的無風接軌 好